第九十五屆奧斯卡頒獎典禮 媽的多重宇宙 一舉包辦最佳影片 最佳導演等七項大獎 楊子瓊成為史上首位 亞裔奧斯卡影后 影帝則頒給 我的鯨魚老爸布蘭登沸雪 專為科技新創提供融資的 矽谷銀行 是全美第十六大銀行突然倒閉 成為2008年以來最大金融風暴 讓新創企業面臨資金斷裂 體質較弱的銀行 也出現倒閉警訊 人大閉幕 大陸國家主席習近平強調 推進國防軍隊現代化 促進兩岸和平發展 推進統一 而國務院大換血 總理李強上任首秀 表示兩岸打斷骨頭連著筋 重申一中和九二共識 伊朗和沙烏地阿拉伯 在中國斡旋之下恢復外交關係 未來重設雙方使館和代表機構 被外界視為中國在美國外交勢力範圍內 取得明顯勝利 日本從本週一開始全面解除口罩規範 在室內外個人自行判斷是否需要戴口罩 5月8號起 新冠降極為和流感相同的第五類傳染病 觀眾朋友晚安 歡迎來Focus全球新聞 頭條我們要來看的是 今天是奧斯卡典禮的頒獎大日子 而今年的奧斯卡最為奪目的 就是美國的科幻電影 MAD 多重宇宙橫掃七項大獎 在這次的奧斯卡入圍了11項大獎 最後拿下七大獎的就是她是最大贏家 她拿下最佳影片 原創劇本 最佳女主角 最佳導演 最佳男配角 最佳女配角 那麼這些全部都是由這個片子一口氣拿下 那麼另外呢 關家勇丹尼爾·舒奈特 這個雙導演是拿下這部片子的最佳導演 剛剛提到拿到女配的是傑美里·寇蒂斯 而拿到男配的是關紀威 關紀威也是帶領媽的多重宇宙 拿下這個片子在今天的奧斯卡舞台上第一個獎項 而楊子瓊更不用說 殺他奪下了奧斯卡影史上 第一個亞裔的奧斯卡影后 先來看第一則報導 奧斯卡典禮最高潮 布蘭登沸血 以我的金魚老爸成帝 歷經性騷擾 被業界封殺和重傷低潮 布蘭登沸血獲獎 感性落淚 楊子瓊的心靈 讓我們能看到你的心 像沒有人可以做的 今年奧斯卡組織人吉米·金默 也在頒獎典禮上大酸去年衝上台 痛山巴掌的威爾·史密斯 說完還點名在台下的華裔影后 楊子瓊等動作片明星 都是金牌全首 笑翻全場 即將升格二寶媽的雷哈娜 挺著運渡上台 全場起立 還有黑衣黑褲頂著素顏突襲登台的 Lady Gaga 開翻全場 奧斯卡最佳外語片 今年由德國的西線無戰士拿下 劇情講述參與第一次世界大戰的年輕人 親眼見到戰爭的殘酷 反正主題緊扣烏克蘭戰爭時事 這部片也入圍最佳影片 不過最後敗給媽的多重宇宙 TVBS新聞 綜合報導 好 我們今天掃描了一下 這次奧斯卡頒獎監禮的幾個大獎的得主 而關於大家非常矚目的楊子瓊 還有台灣相對熟悉的關吉威 我們等一下還有另外一則深度報導 接下來要看的第二條新聞 是氣候異常 美國還是有地方在淹水 現在已經三月份 這個星期進入三月中了 西班牙已經有接近攝氏30度的高溫 而目前是夏天的阿根廷 高溫已經逼近攝氏40度 熱帶氣旋佛萊迪在一個月裡面 兩度登陸東非和莫三比克 打破了南半球最長壽的熱帶氣旋記錄 在澳大利亞 昆士蘭爆發了破紀錄的洪水災情 而加州又有新的大氣河流預備進行 加州洪災沒完沒了 在連日被大雨灌爆後 最快周一又有大氣河流將要來襲 加州北部武漢中部以及內華達州 有1500萬人面臨洪水警戒 而這次清晰的暴風雨 又已位於舊金山南部的蒙特瑞郡 災情最為嚴重 上週五一處水壩在深夜潰堤 讓許多下游民眾來不及反應差點 被大水困住 還有民眾車子開到一半 就遇到大水洶湧而來 索性及時逃到較高的地面 被國民警衛隊救出 現在就怕即將來到的大雨 會讓山上積雪融化 加劇河水暴漲 官員警告民眾沒事少出門 拜登政府也已宣布 聯邦資源投入救災 而這多人泡在水中 河里扛著毒毒車 涉水渡河的景象 則出現在秘露 過去幾天 強烈氣旋雅庫 俠帶親朋豪雨 淹沒城鎮摧毀道路 已經造成六人死亡 週六 秘露總統搭乘直升機視察北部災情 這是一個悲傷 這是一個痛苦 家庭在半身的泡河 雞湯浸泡河 這不能繼續 秘露在幾個月前進入雨季以來 至今已有58人喪生 小袋鼠在水中奮力的往前游 馬上被巡警發現一把抓起就到小船上 過程中小動物雖然有害怕掙扎 也只能乖乖配合 但也因此躲過一場洪水危機 澳洲昆士蘭過去一周遭豪大雨重創 其中又以伯克鎮災情最嚴峻 洪水水位打破過去6.87公尺記錄 並在周日達到最高點 當地民眾被緊急疏散到地勢較高處 並被警告盡量遠離水面 因為可能有鱷魚出沒 棕櫚樹被大樹吹得炙烈搖晃 同樣位於南半球的墨山比克 则在一個月內被同一個熱帶氣旋惡度清晰 熱帶氣旋弗萊迪在上個月6號首次行程後 至今已35天還沒有削弱的跡象 上個月重創莫山比克和馬達加斯加造成27人喪命 而這次預估還會衝擊莫山比克超過50萬人 氣候變遷讓世界各地的風暴變得更加猛烈潮濕 同時也正在讓熱浪變得越來越極端 位於南半球的阿根廷已經進入夏季尾聲 首都區仍有超過攝氏38度的高溫 讓許多遊客和當地民眾直呼熱到受不了 而在西班牙這週末多地的高溫也打破紀錄 氣溫接近攝氏30度 氣候正在失控 攪亂生活 對全球經濟活動造成衝擊 TVP的新聞總和報導 好 接下來看中國政情 中國大陸人大政協會議今天正式結束 也就是說洗禮體制翻開第一頁 李強是新的總理 他提名的國務院內閣四位奉總理 跟五位國務委員全部都是新面孔 而新的國務院總理李強的記者會 對於兩岸議題完全採取的是溫情喊話的態度 至於習近平發表的閉幕演說中外瞩目 他16分鐘的演說著重強軍的思想 在兩岸議題上 習近平提到的是一個中國九二共識 他特別強調反對外部勢力干涉 反對台獨會堅定不移的推進祖國統一 這是我第三次擔任國家主席這一衝高職務 人民的信任是我前進的最大動力 也是我肩上沉甸甸的責任 中共建政以來第一人擔任國家主席職務超過十年 習近平說要扛著沉甸甸責任展開他第三度任期 大陸人大政協會議四三號正式結束 習近平閉幕演說 關乎至接下來至少五年國家走向 要全面推進國防和軍隊現代化建設 把人民軍隊建設成為有效維護國家主權 安全發展利益的鋼鐵長城 16分鐘演說中 習近平提了共同富裕科技發展 從嚴治黨的目標 但強軍思想特別著重 尤其是擺在台灣的兩岸議題前 堅持一個中國原則和九二共識 積極促進兩岸關係和平發展 堅決反對外部勢力干涉和台獨分裂活動 堅定會議推進祖國統一進程 講到祖國統一全場拍手 不過外界認為習近平提一個中國 九二共識並無新意 但也有分析指外部勢力 抑制的美國干涉 如果台獨意識升溫 強烈手段統一不是不可能 畢竟這回兩會結束後 大陸國家領導內閣喚寫 習近平個人極權更加突顯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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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界預期在十一號人大會議上 當選新一任國務院總理 兩會結束的記者會成了他的首秀 兩岸同胞是一家人 我們常說血濃於水 打斷骨頭連著筋 要讓更多的台胞台企到大陸來 不僅是讓他們願意來 還要融得進有更好的發展 李強沒提台獨 反倒用溫情喊話 對中美關係措辭也不強烈 中美經濟 你中有我 我中有你 彼此都從對方的發展當中受益 中美可以合作 應該合作 中美合作大有可為 希望中美合作恐怕也是因為大陸正處於 經濟能否走出三年嚴格防疫陰霾的關鍵 今年政府工作報告將經濟增長定為百分之五 李強坦言保五有一定難度 我們經濟總量大了 我們總量已經過了120萬億 在這種高基礎上要實行 要達到這麼一個百分之五左右的增長目標 恐怕也不是最容易的事 先前外界有質疑大陸新任內閣在經濟方面 竟然較少不力當前拼複輸 可能因為如此 李強接下總理 財經部門官員大多留任 除了由發改委主任身為國務院副總理的何立峰外 已經借領退休的人民銀行行長易剛 財政部長劉坤都留任 分析普遍形容有驚喜是務實的選擇 因為需要資深官員應付複雜的經濟和金融環境 首要是增強市場信心 留下首席的財經官員 但除此之外 李強提名的國務院人選 四位副總理和五位國務院委員都是新面孔 副總理中排首位的是丁薛祥 而國務院委員裡包括大陸外交部長秦剛 而唯一一名女性是貴州前省委書記陳怡勤 習近平的第三任期 新國務院總理李強的首任 民生經濟 對外關係 兩岸議題都是挑戰 TVBS新聞綜合報導 總之是靜觀其變 而看到了北韓又用射彈刷存在感 北韓上週朝西部海域發射了六枚短程飛彈 他說是以韓美作戰機場作為攻擊模擬目標 那麼三天之後 北韓在週日凌晨 聲稱出動了金魚級的潛艦 在水中發射了兩枚巡弋飛彈 北韓就是衝著韓美聯手的自由護盾 11天大軍演而來 在今天啟動 而這個聯合軍演 兩國聯軍跟聯合國駐南韓的司令部模擬北韓威脅 這些實際戰爭狀況 二十四個小時都不會間斷 二十多場野外的機動演習 事實上最長的一次聯合軍演 以黃海遲導射擊場為目標投下精準導引炸彈 美國空軍最新一代空中炮艇機 ACE-130J幽靈騎士 這個月初首次現身南韓 參與剷除北韓政權的演習任務 也為這個月的韓美大規模聯合軍演揭開序幕 韓美十三號啟動自由護盾軍事演習 因應北韓核武威脅 以及二無戰事等世界局勢多變 這一回特別加強模擬實戰 將不分場自二十四個小時不間斷 舉行為期十一天的聯合軍演 也創下史上最長紀錄 韓美兩軍重啟二十多場野外實戰機動演習 以增強同盟戰力為目標檢查聯合防衛態勢 當中也包含五年前文在寅政府時期 一度叫停的戰區級演習 美國核動力航母尼米茲號 飛彈驅逐艦等重要戰略資產都將參與其中 不過就在演習正式登場前一天 北韓先發誌人 深圳動員金魚及824英雄艦 從水中對空發射了兩枚戰略巡航導彈 巡航導彈速度慢 但射程比短程導彈還要長 還能調整方向 南韓聯參分析認為 北韓有意擴充發射平台 已迴避韓美的飛彈攔截系統 同一天北韓召開了勞動黨軍委擴大會議 暗示對韓美軍演採取軍事反制 南韓軍方觀測為期11天的自由護盾演習期間 北韓不排除還會出現更高強度武力示威 除了南韓國防部 駐韓美軍以及韓美聯合軍司令部 由澳洲、加拿大等國軍隊組成的 聯合國駐南韓司令部 也將投入自由護盾演習 副指揮官強調 軍演的合法性 無懼被韓威脅 聯合國軍司令部透過專屬熱線 與北韓一天通兩次電話 期待與平壤當局進行更深入的溝通 今年適逢停戰協定簽署70周年 司令部聯合工作官也帶著媒體記者團回到板門店 제 뒤로 보이시는 곳은 북한이 선전을 위해 만든 기정동 마을입니다 오른쪽으로는 남북 공동연락사무소가 보이는데 3年 전 북한의 지시로 폭파됐습니다 北韓軍隊駐紮的板門格一片激進 當年兩韓高層來往平凡之地 分為野韓5年前大不相同 2009年까지 남북韓 장성급會議が 이뤄졌던T2案입니다 이 테이블 위에 있는 마이크 선이 군사분계선MDL인데요 제 기준으로 왼쪽이 북한 영토 오른쪽이 남한 영토입니다 2018年两韓元首在板門店相见 让朝鮮半岛看见和平曙光 但随着两韓关系重回僵局 加上新冠疫情影响限制观光 曾被视为和平象征的板門店 如今透枝荒凉 TVBS新闻综合报道 在欧战这一年多的期间 中国在欧美眼中一直認為北京的角色態度曖昧 那么中国呢 频频不断地告诉这个欧美多国 他想扮演的角色是所谓的和平推进者 让欧战呢可以出现变化 但是欧美依旧认为 中国大陆其实上是靠着俄罗斯老大哥站 并且呢高度怀疑 他卖武器 卖零件给俄罗斯 而现在中共呢 展示了他自己的外交握旋力 中东局势出现了关键性的变化 沙烏地阿拉伯过去长期跟美国友好 在中国的调停下 他跟他的死对头老对手伊朗上演了大和解 双方都同意恢复中断七年的邦交 而且要在两个月内就重开使馆 外界认为 北京在中东的影响力 透过这次握旋 明显的让世界看到不但扩大 而且提升 目前美国和以色列 也在积极推动跟中东国家 特别是沙烏地阿拉伯的关系正常化 在这个情况下 北京影响力的提高 可能对中东局势 带来更多难以预测的新变数 中国大陆最高届外交官员王毅担任中间人 让中东两大对立势力 也就是伊斯兰教逊尼派领袖国家沙烏地阿拉伯 以及什叶派领袖伊朗在北京上演大和解 沙国与伊朗因为教派不同 尽管同属伊斯兰国家 但关系长期紧张 2016年沙烏地阿拉伯政府无视伊朗抗议 以涉嫌恐怖主义之名 把一名长期批评政府的什叶派教室处决 导致两国断交 直到上周五 两国在中方的牵线下 经过四天秘密会谈 终于宣告恢复中断七年的邦誼 由于两国交恶后便借由支持周边国家内的武装势力 展开代理人战争 例如至今仍未能平息的夜门内战 为了解决战争等不稳定因素 过去几年来 包括瑞士伊拉克与巴基斯坦等国家 都曾试图调解双方的对立 北京如今借由与沙伊两国的紧密经贸关系 以及两国同样占据中国一带一路政策重要据点的地位 成功斡旋 让两大宿敌同意恢复外交关系 两个月内重开大使馆 尽管北京当局否认有任何隐藏动机 中方也无意填补中东地区的任何权力真空 但外界普遍认为 事件显示中美两国在中东的影响力出现变化 尤其这场成功的外交斡旋就发生在中国大陆国家主席习近平去年底访问沙国 以及今年初在北京接待伊朗总统之后 宣告的时间点更与习近平正式连任衔接 为习的第三任期开出亮眼红盘 美方虽然对沙国与伊朗的关系改善表示欢迎 但对于伊朗的戒心却没有丝毫放松 尤其当今有多名具有美国与伊朗双重国籍人士 遭德赫兰当局扣押犹如人质的情况下 伊朗外长周日表示 已经与美国达成交换囚犯协议的手法也遭美方否认 学者则坦言这场斡旋之所以能成功 最主要是因为三方都能获利 中国的余国和東亚的观点产生 是增长的 英国的旋律政策则 让它避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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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沙国的法律政策则 是他们正在尔子里的尔子里的尔子里 所以让伊朗兰能够成功与巴兰的关系 和这个重要骨鲁尔的成功 是在沙国中的叙迹免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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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免 分析更指出长期与美国交好的沙乌迪阿拉伯 有意透过这场北京斡旋向美方讨拍 并且在美国与以色列共同推动的关系正常化意义上 向美方索取更多资源 尽管北京的胜利不代表华盛顿就得失败 但在美中两强影响力的持续覆盖下 中东的水只怕会越缴越浑 TVBS新闻综合报道 欧美目前的经济状况 这个经济状况跟就业率 还有是不是会持续升息抗通膨有关 总的来说是欧美现在面临环境上的经济压力 那么欧洲法国民众抗疫年改的法案 这个我们已经focus了一段时间 就是他们的退休时间 马克宏希望延后延到65岁 那他们拿到年金的时间就跟着延后 这个法案11号刚在参议院通过 希腊民众持续抗疫史上最严重的铁路事故 要求政府必须要显现负起责任的担当 而很多国家都打算在这个星期 发动新一波的全国罢工 美国最新公布了2月的非农就业报告 大增了超过31万份的工作 这就跟我们在元月开始持续focus一样 听起来是好消息 就业市场火热 但是呢就担心旧位市场火热 会牵动了通货膨胀更为严重 因此是不是要深吸压制 同一个时间呢 咖啡连锁的龙头 星巴克工会的争议 在美国依旧持续延烧 美国总统拜登喜出望外 因为全美2月非农就业新增 31.1万份工作 远超出预期 虽然失业率微幅攀升到3.6% 薪资增速也放缓 但就业市场依旧火热 足以让联准会更积极升息 市场普遍认为 联准会下周的利率会议 升两码的几率 已经大幅超越生意码 在劳工市场吃紧当下 让企业头痛的则是工会争议 这位克兰姆帕 原来在纽约水牛城的 这间星巴克门市工作 却在去年4月被解雇 星巴克给的解雇理由 是违反公司政策 但克兰姆帕认为是报复 就在上周 一名法官以218页的判决书裁定 星巴克在水牛城地区 供21个工会门市 对员工的处置有所不当 必须让克兰姆帕等多人复职 星巴克认为这项命令并不妥当 但自2021年 水牛城员工投票通过成立第一个工会后 目前全美成立工会的分店 已经达到280间 星巴克创办人间执行长的书资 月底将就此出席国会作证 他上个月受访时也提到对工会的看法 为争取权益 法国劳工的抗议行动相对激烈 从电邮厂大众运输到垃圾轻运轮流罢工 就是为了施压政府撤回退休金改革法案 但法国总统马克宏在一封拒函工会的信中 拒绝开会协商的诉求 并坚守立场到底 就在上周六晚间 就像争议性十足的法案在参议院表决 以195赞成 112反对通过 下一步法案将经过复杂流程 预计周三送交法国两院 组成了联合委员会审视 马克宏取得关键一胜 也让工会放话 会在当天发动更多罢工行动反击 怒火中烧的还有希腊 从公务员退休人士到大学生 超过一万人走上雅典市区街头 继续抗议在上个月底 发生了火车对撞意外 共造成57人离难 成为希腊史上最严重的铁路事故 抗议民众控诉政府和政治体系 不断忽视工会提出改善铁路安全的诉求 工会则号召16号再发动全国大罢工 TV新闻综合报道 而在美国的金融界 这听的大事是2008金融海啸以来 最严重的银行倒闭 加州的矽谷银行周五宣布破产 现在由联邦存款保险公司接管 矽谷银行它主要的客户是矽谷的新创企业 这两年因为联准会不断的升息 抗通膨 银行的现金流不足 因此只好卖债 卖股票 筹措资金 消息传出之后 股价大跌60% 又引爆了客户的挤兑潮 财政部长叶伦说 这次他们只保障存户权益 绝对不会伸手 纾困旧银行 美国爆出自2008年金融海啸以来 最严重的银行倒闭事件 总部位于加州的矽谷银行 上周五宣布破产后 联邦政府立刻下令 由联邦存款保险公司接管 我们只是在盛利益 我们的钱都在盛利 我不知道我们怎么办法 细股银行创立40年 是美国第16大银行 主要客户是细股新创公司 近日美国为了抑制通膨 而急剧升息 借贷压力 迫使企业发展转趋保守 细股银行业务紧缩 现金流严重不足 为了弥补缺口 细股银行先抛售持有的债券 但升息让债券价格下跌 卖完后还亏损18亿美金 细股银行之后想出售股票 筹措23亿美元的资金 但消息一出 股价单日暴跌60% 引发存户挤兑潮 美国财政部联准会和联邦存款 保险公司周末两天密集磋商后宣布 会保障所有存户的权益 周一开始 每个存户可以先提领 25万美元的存款 财政部长叶伦解释 矽股银行事件与2008年金融海啸 整个银行体系不保的状况不同 政府这一次只会保障存户权益 不会再纾困旧银行 美国财政官员也保证 绝不会用纳税钱为倒闭的银行买单 政府将出售矽股银行来依不损失 矽股银行倒闭两天后 对加密货币产业友好的商业银行 Signature Bank也宣布倒闭 主要是近期加密货币连串的内报事件 让银行面临经营危机 纽约州金融监管机构 周日宣布关闭银行 所有客户存款都会获得保障 美国和欧洲的银行股周五收盘下挫 矽股银行在伦敦有分公司 当地不少新创企业也受到冲击 英国财政大臣杭特表示 矽股银行倒闭不会引发系统性的危机 英国已经着手 研拟政策 防范新创公司日后再遇上资金被切断的风险 欧洲央行周四举行利率会议 也将讨论矽股银行倒闭的冲击 TVBS新闻综合报道 今天我们的头条报道了 妈的多重宇宙这个骗子横扫奥斯卡金奖 一举拿下七项大奖 杨子琼也成为奥斯卡第一位亚裔的影后 重写奥斯卡的历史 我们先看最佳男配角 是51岁越南裔的演员关纪威 他12岁和哈里逊福特演出法规奇兵的续集魔工传奇成名 2018年疯狂亚洲富豪风靡全球 经历他再起 隔了38年再由亚裔演员夺下了最佳男配 接下来我们就来看杨子琼 杨子琼出道是马来西亚的选美小姐 1985年以皇家师姐在香港闯出了女打仔的名号 1992年跟陈龙合演了警察故事3超级警察 他奠定了自己在香港电影圈首席女打星的地位 后来1997年到好莱坞接演了007明日帝国 他有别于庞德系列其他的庞德女郎 那么也演出了庞德女郎新的一种性感美丽 2000年的时候卧虎藏龙入围了金马奖香港金像奖 英国营艺学院电影奖的女主角 到了2005年演出《异计回忆录》 饰演中年的《异计斗叶》 2018年的时候《疯狂亚洲富豪》里面 她演了一个柯伯婆婆 她的诠释让人印象深刻 同时呢她在漫威一部电影叫 《上气与时环传奇》里面也参演了一角 那么这一次《妈的多重宇宙》这个片子呢 是杨子琼在演艺生涯的《多重宇宙》 她终于因为这部片子获得了奥斯卡金像奖的肯定 也是隔了20年之后再有非白人演员获奖 刚刚讲了她是亚裔奥斯卡影后的第一人 和同志演员激动拥抱 60岁的马来西亚女性杨子琼 获得第95届奥斯卡肯定 成为首位亚裔影后 第一次提名就得奖 让她直呼是美梦成真 我必须要与我妈妈 全世界的妈妈 因为他们真的是超级英雄 而无论他们 无论我们都会在这里 原队吉隆坡观看转播 杨子琼母亲83岁的谭慧珍和亲友欢呼尖叫 在《妈的多重宇宙》中饰演Evelyn 杨子琼穿梭不同宇宙 看到自己人生的各种发展 最终体会到作为母亲的根本价值 我只想要跟着你 获得本届奥斯卡七项大奖 《妈的多重宇宙》一口气拿下最佳影片 最佳剧本 最佳导演等奖项 片中饰演难搞税务员 在不同宇宙中 与杨子琼展开各种爱恨情仇 64岁的美国女星 杰美里·寇蒂斯 击败黑豹2 瓦干达万岁的安琪拉·贝瑟 和《我的金鱼老爸》中的周虹等人 永夺最佳女配角 饰演杨子诚的丈夫 在多重宇宙中 一下子是温馨好男人 一下是拳脚俐落的特务 关机威已同心出道 多年来在好莱坞再服再成 如今一举拿下奥斯卡最佳男配角 走上台时一路哽咽 而当年巷中他拍摩公传奇的大岛 史蒂芬史披薄 也给予热烈掌声 描述一名中年出柜的英语老师 抛弃家人后伴侣过世 罹患暴食症 努力修补和17岁女儿之间的亲情 《我的金鱼老爸》 荣获本届奥斯卡最佳化妆与发型设计 布兰登废血也重磅回归 一举成敌 十七岁的年轻小伙子 怀抱梦想踏上战场 遭残酷事实击溃甚至丧命 期限无战事 拿下最佳国境影片 最佳摄影 最佳美术设计 和最佳原创配乐四项大奖 可说是本届金奖第二大演家 今年的奥斯卡原创歌曲奖 由印度大片双穷起义中的洗脑神曲 拿下 请着运渡的R&B天后雷哈娜 现场黑豹2瓦甘达万岁主题曲 而原本拍不出时间练习的女神卡卡 素颜直接登台 演唱捍卫战是独行侠的主题曲 HOLD MY HAND唱功全吻令人惊艳 而本届主持人吉米金摩 抬向妙语如珠 还将因尼射灵的女妖中 男主角养了宠物驴珍妮拉上舞台 不仅仅是演员 她是一个证明的情绪支持狗 这就是我们告诉船船 不过事后主办单位证实 台上的女子并非珍妮本尊 只是单纯娱乐效果 也让今年奥斯卡颁奖典礼才刚结束 各种话题仍持续发烧 今天BMS新闻综合报道 的确是影剧圈最绚烂的舞台 好来看的是到日本玩的时候 重要消息要听好了 从13号开始日本口罩全面松绑 戴不戴呢 每个人自行判断 日本官方的建议是在人潮拥挤的通行列车 或者你到医院 特别是有高领值的设施的时候 最好还是戴上 另外日本政府一个重要宣布 是5月8号开始 日本会把新冠肺炎降到第五类 也就是说是跟流感同级的传染病 今天是口罩松绑第一天 很多地方的口罩半价大出清 消费者大排长龙 可见得很多地方他们还是想戴上 而这一天的日本各地的街道 电车和百货商场 看出去大部分人依旧戴着口罩 从13号起 搭机抵达日本机场 将不会再看到请戴口罩的海报标语 不管在机上还是机场 带不带将郊游个人判断 星期一东京成田机场 已经可以看到部分旅客没戴口罩 接下来登机柜台的隔板 和防疫间隔座位的标示 将陆续拆除 日本将在5月8号 把新冠肺炎降为跟季节性流感 同样的第五类传染病 不过戴不戴口罩 现在开始就可以自己决定 口罩松绑第一天 日本首相岸田文雄进入关底 就刻意没戴口罩 东京府中车站早晨通勤时段 日本官方建议除了新干线飞机高速巴士 基本上对后入座的交通工具外 在上下班尖峰时刻 人多的电车和巴士 以及前往医疗院所或高龄者设施 还是建议戴口罩 根据日本后生劳动省统计 三年下来累计超过 三千三百万人感染 七万三千多人死亡 如今重症化高风险的高龄者 日本三剂接种率超过九成 治疗药物供应也稳定 因此决定对口罩松绑 东京这家百货公司 同样变更入口处看板 拜托戴口罩的字样 改为由顾客各自判断 但还是暂时要求员工继续戴 四国爱园县这家0到6岁的幼儿园 也还不敢放松 接送幼童的家长可以不戴口罩 但三岁以上幼儿和教保原则规定 必须戴到月底毕业典礼为止 除了幼童和长辈 重症化风险高的人同样担心 随着口罩松绑 感染风险会跟着上升 这位54岁妇女 30年前就罹患难以根治的 溃疡性大肠炎 症状严重时 必须服用免疫抑制药物 这个维持了近三年的习惯 一下子要改变不容易 不过往后在日本看球赛 包括职棒和足球这一万联赛 都可以不戴口罩大声应援 接下来的花粉季可能让许多日本人依然拿不下口罩 今年日本各地天气暖 今年日本各地天气暖 3月上旬很多地方气温更是百年观测以来最高 樱花开花和满开都将比往年来得早 东京和福岗预估15或16号就会开花 比往年早了6到9天 几乎新闻的综合报道 接下来是美国德州跟墨西哥边境的大桥 非法移民硬冲直闯的一个画面 这是上千名中南美洲的移民 大人架着小孩突然一起 可能人多了胆子比较大 就一起冲过边界 现场非常的混乱 这些移民是冲破了边境的大冲上大桥 很多人直接把孩子背在身上一起冲 他们想用强行闯入的方式 突破美国边界进入美国 这些移民大部分来自委内瑞拉 最后大批的防暴警察用铁丝网和水泥障碍物 硬是把这千人给挡了下来 另外还有两个过境点也遭到移民硬闯 现在已经暂停往北同行 谢谢您今天跟我们一起Focus 全球新闻祝您平安 我们下次同一时间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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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